你們只要參加我們這個有獎的問答遊戲 並且答案問題就有機會獲得今次的音樂會門票兩張 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歌唱小教室 以最科技的方式教你唱歌 我是你們的歌唱老師 Kelvin 好了 自從上次講完李克勤的《瑕疵你要知道的影片》 很多觀眾都有留言 有些觀眾都同意我的說法 當然也有觀眾留言說 哎呀 我覺得沒問題 挺好聽 我自己覺得審美觀真的有自己標準 也一定沒有說是對還是錯 不過我只是想帶出審美觀 都是要跟潮流與時並進 如果你總是要說 以前的影片是最好的 那我之後的說句就是勉強沒有幸福 其實大家都知道在2010年開始 而執田沒有那麼活躍在香港的樂壇 但其實他也一直在搞音樂會和演唱會 黑逢有觀眾說 Kelvin 你夠不夠膽呢 說一下執田的瑕疵你要知道 瑕疵無得知了 因為其實他這麼久沒有唱歌 說真的我也不知道他的情況如何 但我可以說是數回2000年的時候 無論他的聲音的爆發力還是情感的表達 都可以說都是最頂級的 所以這次我們就一起看看 執田在8月搞的第一秒音樂會 他的表現如何 今次這條影片也有一些好東西 是一個位觀眾的 就是接下來 他在2022年11月的26至27號 這兩字很關鍵 稍後你就會明白為什麼了 在香港會展就搞他第一秒音樂會的Part 2 因為上次Part 1搞完之後就反應熱烈 不單是這樣的 今次你們有福了 就是所有Kelvin 歌唱小教師的觀眾朋友 你們只要參加我們這個有獎的問答遊戲 並且答案問題 就有機會獲得今次的音樂會門票兩張 讓你和你喜歡的人或者你的家人一起去看 好了 今次節目的問題就是 但是我們會在影片的尾端就是放鬆 所以在看首播的各位觀眾 你們繼續看下去了 接下來我們就來聽聽一些 執田出了名難唱的歌 首先第一首要聽的是情歌 情歌後面都挺高音的 字都挺密的 我們一起來聽聽看演繹成怎樣 Let's go 為了每次打敗著 我哭得住響 沒有泊愛的忌諒 有多好力子涼 唱得不錯 不可用到傷 結怪又會有多傷 OK 這裡我想大家留意一下 就是關於執田的用聲技巧 大家也知道執田技巧很好 我經常跟學生說一件事 就是一個好的歌手 通常在唱歌的時候 特別一開始 他們會喜歡用一種感覺 就是聲音有點被氣包著 不知道各位觀眾 你們有沒有留意到這件事 有的觀眾朋友 在下面留一字給我告訴我 你也有注意到這件事 很聰明 即是甚麼意思呢 譬如他們唱下一句 他是不會這樣唱的 為了愛我真受夠想 但有過愛的份恨 他是不會這樣唱的 即是他有少少是 為了愛 為了愛 不是萬了愛 是為了愛 OK 就是這樣 為了愛我真受夠想 但有過愛的份恨 為了每次打敗著 讓我哭得最香 就是這樣 這個技巧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你覺得自己唱歌的時候 在開始尤其 經常都沒有那種 好像那種有火粒感的感覺 這件事就去上學學了 OK 如果你做到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說一聲多謝 我會很開心 OK 接下來我們聽聽富哥 富哥才是最難的地方 來吧 Let's go 聽見最浪漫前面的歌 聽幾多次也落淚的歌 我才未愛恨恩過 懂得心痛要供我 天憤都不苦怒 怨恨完全憑心我 然而無論有幾多愛錯 那紀憤都不苦怒 那紀憤屬我 開心多寬度 其實傷心都不過為何 還我已經自 4 Fourth Consult 重告 我才能幫你 fatal 沒道理 教科書的最多言 聽見了嗎 像一首歌可躍重 need 可樂 重可便 運氣 可在 失戀後幸運 再拿重頭戀與 呃丸 我的還 有一個很重要的技巧可以分享給各位觀眾 我們這裡叫做弱化聲舞 聽見最浪漫前面的歌 技巧就是不要把字的字頭一粒粒彈出來 不要聽見最浪漫前面的歌 聽見最浪漫前面的歌 上次我們在講李克勤的影片有說過 因為他唱醜八怪就有這個問題 他就唱不到醜八怪 他就變成醜八怪 就變成這樣 他就會有一種怪怪的感覺 所以廣東歌你要記住一項 其實要連貫 你想一件事就可以了 當你說廣東話的時候 譬如你要跟人說 Hello,你吃了早餐沒有? 你是不會說Hello,你吃了早餐沒有? 不會這樣的 Hello,你吃了早餐沒有? 所以其實唱歌也是一樣的 我想拋個問題給你們想想 就是為何林家謙唱歌的時候 有些人又覺得他的連貫性太強? 為甚麼呢? 這件事我們會做影片給大家看 就會在夏天你要知道 準備好了 OK 這裡我們賣個小廣告 如果你想更加了解多唱歌的技巧 令自己可以成為更全面的歌手的話 可以選擇購買我們的全方位進階練習禮包 裡面有20條影片 可以訓練到你的不同音色和咬字 亦都像有男生版和女生版 滿足你超過九成的音域練習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點上右上角的連結購買 練習過程中有任何問題 歡迎你隨時找我們課程顧問 他們會樂意解答你的問題 接下來我們就飛到最後聽聽他最難唱的歌位 你呢? 都高音的,不要開玩笑 這首歌差不多五分鐘 其實都蠻死不斷氣的 難唱的,聽聽吧 亦是孤單一個悶戀愛 永迫我,生死到也為我 亦是孤單一個悶戀愛 殺若得為了一粒沙那麼狂愛 一粒沙那麼狂愛 你聽聽吧 一粒沙 非常好 人存在世上,仍要悲狂狂 見面投入愛開,沒有開 客足痛苦,全為百分開 誰亦未順手,先相信我 嘩,好聽 沒有,沒有留言,唱得太好了 真心 周公,走人 接下來我們再聽一首歌 這首歌沒理由懂得聽側田的人聽 就是命硬 這首歌的命硬呢 我先說一下 就是我有一個挺不好的經歷 首先我要確定是原版 我們先聽聽前奏 聽前奏就知道是否原版 站起來了,來吧 聽到這個熟悉的 一起來了,八千人,LET'S GO 非常好 我心定很多 因為他終於不是什麼Jazz改版 Blues改版 來了,他是原版 Original 好,這樣 反對就分對,也都跟你愛下去 雕魚在,大箭砲火裡 好無確實從過去 噢 誰況路 誰難路 誰說我共遂 不等對 無能力與百拳比賽 還是可比差多老幾歲 Oh my god 二百年後再一起 應該不怕忘日不公棄 全員或者晚了二十年 仍然未舍棄 沒過時再再一起 等經濟滿途全膚色 這盼望是有場 而決心等到尾 等得起 Oh my god I'm impressed 阿田唱得很好丁 麻煩你改名這條歌曲分析 做不到下次要知道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說一下叉子 其實為什麼這樣唱呢 其實是有些原因的 因為我們是說弱化聲母 其實T字很容易噴咪 弱化聲母這件事 再詳細一點說 就遲些出片說 稍微說一說 T會是沒有ch那麼好讀的 其實ch讀出來的ch 會不會噴咪 不會那麼凸 所以有很多歌手會這樣用 聽完第一段 完全沒問題 唱得非常好 但我想你們想想一下 側田本身的聲音是薄弱一點的 我想大家都認同 這次演唱會 你反而聽到 他的聲音是偏弄厚的 即是厚實一點的 上課的時候 也有很多同學會問 特別是男同學 女同學 唱到高音的時候 就會問 為什麼我唱歌的聲音很尖 很扁 如果你也有問題 可以留言說 2字 剛才是1 即是你會唱到 他反對就反對 亦都跟你 有些同學是這樣唱的 但你會發現 很有趣的 側田的聲音 雖然薄 但他一點都不尖 為什麼呢 主要我剛才也說了幾次 就是關於他的嘴型 你看到他的嘴型打得很開 它是 反對就反對 亦都跟你 愛下去 即是 越是這樣 所以這裡 我又分享一些很值錢的事情 就是關於嘴型 記住一個口訣 就是 如果嘴型越往O的方向走 它就會越沉 越往E的方向走 就會越尖 我們現在用R來做一個例子 R 聽到嗎? 這樣就好變了 那天就會沉一點 OK 很值錢的 如果你再想知道多一點 你就真的要來上我的課 好啦 OK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 飛去Bridge那裡聽一聽 哇 Bridge Bridge也有個不好的經歷 Anyway 我們現在來聽一聽 希望它是原版 不是有些改版 來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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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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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軍隊玩身軍 都差後期 重rau保護你 頑強地等 再過他終年 當全個世界比較危險 念如藥心再一飲 這座公寓 無人可避 看戰士左右牆 勉絕都怕到尾 心不死 可避 嘩這個高音一下 Anyway 剛才為什麼我笑呢 因為他那個力潔劃師那裡就超好笑 我想說這個方法 我會覺得他是一個理中性的演繹方法 你聽一下這個位置 類似這樣 力潔劃師 好像有一點說出來的感覺 其實我翻查資料 你知道他已經很早開始喜歡改成這樣 例如這個版本 他也是這樣唱的 力潔劃師 而且那個姿勢是一模一樣的 阿田 為什麼是這樣 我真的很想訪問一下你 為什麼你是會做這件事 我覺得不是不好聽 其實是挺有趣的 我會忍不住笑 Anyway 可能是我的問題 但OK的 這個我覺得整個感覺都很好 但如果你真的問我 其實我會比較喜歡這個方式 即是這裡他沒有改之前 力潔劃師 這個是唱出來的 剛才那個是力潔 現在是力潔劃師 即是唱出來的 不知道觀眾朋友 你們覺得哪個版本比較好聽 如果你們覺得原版比較好聽 可以留言給我 覺得新版比較好聽 我們說真的 今天都看了這麼多首歌 老實說 唱得很好 真的沒有什麼瑕疵 可以挑剔 所有高音音障 你都聽過是沒有收過 很好直出 但也很好聽 也在這裡說一說 每一集的歌曲分析 或者瑕疵 你要知道 其實都是希望觀眾 學會如何鑑上一件事 如何在音樂和唱歌上做到的平衡 歌唱技巧再好 也不代表一定好聽 唱歌好聽的人 也一定有原因 所以希望大家透過這個節目 可以了解更多和音樂有關 OK 最後就是關於這次有掌問答遊戲的問題 是 接下來側田開辦的第二次側田第一秒音樂會 2002 Part 2 請問是11月的哪兩個日子呢 不知道你們可以看回我 開始的時候有說過 大家只需要下面的留言 說出來的答案 還有為什麼你喜歡側田 就有機會獲得門票兩張 我們是專人通知 數量有限 送完即止 OK 好了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歌唱小教室的影片 記得分享給你喜歡唱歌的朋友 我們每個星期六的九點會有一段影片 星期三就會有 有時會有 有時會沒有 所以記得繼續支持我們 接下來我們會拍更多好片給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Milton 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感谢观看